新北市长侯友宜视察五月底才刚完工的板桥区五全公园地下停车场 除了市政之外 总统大选相关议题 也成为侯友宜近期出席活动时媒体关注的重点 传出挺郭台铭的人事献策三套剧本 酝酿要在国民党正式提名侯友宜之前 力拼败部复活 对此侯友宜回应 我们认识的郭董不但会信所承诺 不过媒体也问及有立委建议在拼市政的同时 也要有议题主导力 询问侯友宜在议题上是否有相关方向 是否会加强网络空战 一定要展现中央能够体恤地方解决地方的问题 突选我们有能力 也有比民进党做到更好 赢得民众的信心 这才是我们要主导的议题 侯友宜也表示 包含缺电 通膨 黑金等议题 都成为台湾结构性问题 面对这些挑战 除了倾听民意 他也将会到各县市了解情况 新常人亚太电视林家伟 黄雁玲 台湾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